我祝福到神的神的神 名字的名字 真灾 真灾是什么 你怎能知道真灾是什么 这么多人和阿德人曾否认大难 至于塞默德人呢 以为言行所毁灭 至于阿德人 以为怒吼的暴风所毁灭 真主曾是暴风 对着他们连刮了七夜八周 你看阿德人仆卧在地上 好像空心的海藻树一样 你能看见他们还有结疑吗 法老和他之前的人 以及被颠覆的城市的居民 又再犯罪 他们曾 违抗他们的主的使者 故我严厉地惩治了他们 当大水泛滥的时候 我让你们沉船 以便我以那件事为你们的教训 并以能记忆的耳朵把它记住 当号角一响 山月和大地都被移动 且互相碰撞一次的时候 在那日那件大事将发生 天将破裂 在那日天将成为脆弱的 纵天时 将在天的各方 在那日在他们上面将有八个天神 负担你的主的宝座 但那日你们将被检阅 你们的任何秘密都无法隐藏 用右手 接受自己的功过膊的人将说 你们拿我的功过膊去读读吧 我却猜想到 我必遇见我的账目 它将在愉悦的生活中 在崇高的乐园里 那里面的水果 伸手可得 他们可以愉快地饮食 因为你们在过去的岁月中 行过善 以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膊的人将说 哎呀 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膊 不知道自己的账目 但愿尘世的死亡 已了结了我的一生 我的财产与我毫无辟益 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 你们捉住它 给它戴上枷锁 然后把它投在火域里 然后把它穿在一条七十臂长的链子上 它以前却在不信仰尊大的真主 不免地人 不免地人 既正 平民 因为它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 除农之外 它没有食物 只有迷雾的人们才吃农之 不然 我以你们所能见的万象门事 并且以你们所不能见的优玄门事 这却是尊贵的使者的言词 并不是诗人的言词 你们很少信仰 也不是普人的言词 你们很少学物 这是从全世界的主将式的 假若他假借我的名义 捏造谣言 我必全力逮捕他 然后必割断他的大动脉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保卫他 这却是对敬畏者的教训 我的确知道你们中否认的人 这对于不信道的人们却是悔恨 这却是真实的信念 故你当颂养你的主的大名 我认为我认为你这么个人的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